天氣這樣的程度對你來講還可以嗎 就我還是有遇過更冷的時候 但我覺得今天非常的幸運 就是好像是入冬以來最強的一個寒流吧 然後謝謝大家在這邊陪我一起度過 尤其看到你們都穿那麼多啊 羽絨服啊 圍巾啊 實在是好羨慕喔 要不要聊一下剛才從這些浪漫的裝置出來的感覺 我覺得好童話喔 因為本來我們之前他們在談了很多的不同的方案 然後原本好像還有想說是用馬車把那個南瓜拉進來 可是好像因為種種的不方便的原因 所以就放棄了馬車這個東西 直接從南瓜車出來 但我覺得因為聖誕節了嘛 所以有一些這一種很粉紅 然後很童話很浪漫的元素在裡面 然後可以跟大家分享 是還蠻溫馨的一件事情 所以覺得自己是先杜瑞拉 那他是十二點就要回家的那個嗎 喔 不是十二點才出門的啦 都玩這麼晚就對了 是不是 因為那時候夜晚才開始 聖誕節要跟誰玩交換皮嗎 聖誕節其實是要工作的 但是就是在可能會希望可以盡早結束工作 然後我們有幾個好朋友會約出來 可能烤肉或者是什麼之類的 目前還沒有確定 這場配飾要不要介紹一下 有什麼最喜歡的嗎 其實今年就是很多 就是聖誕節 然後他出了很多的配飾 像之前我跟韋寧一起拍的 就是閨蜜系列 但是也是for聖誕節 他會有很多的小禮物 叫什麼 禮盒 禮物盒 就是禮物盒 然後還有聖誕鈴鐺這一些 然後 其實我身邊的很多的朋友 他們都在收集Pandora 然後就一個一個買 有時候出國看到的時候 可能剛剛好是哪一個國家的一個特別紀念版 我也都會買回來 然後給他們這樣子 但是新的一年快到有沒有什麼計畫 比如說工作上 或者是 你說明年嗎 對對對 明年我應該就是過完 過完 就是2016一開始就要工作了 然後有電影 然後有電視 然後還有一些我們工作室要醜拍的戲 所以明年的時間 算還排得蠻充實的 這麼充實 也就沒有時間談戀愛 只要有人的話 我相信談戀愛是可以抽出時間來的 可以嗎 謝謝 謝謝